包装的材料多元 从金属、木材、玻璃、纸材或是合成材料 有时候会直接利用包装材料的质感作为配色的一环 包装的内容物、外形与色彩彼此是相互相成的 一个良好的包装色彩设计必须做好适当的暗示来说明内容物 避免使用脱离人们习惯太远的色彩 包装的色彩设计必须具备以下机能 有些企业会直接将他们的企业标志与识别套用在产品包装上 直观地将企业形象带进包装中 让企业印象与产品达到一致 符合产品意向的色彩使用 用色彩表达其商品的特性 有助消费者立即明白与辨识商品 最明显的项目就是食品的包装色彩 多以能呈现食品本身自然色的用色为主 以营造食物的真实与美味 当包装的色彩符合企业的形象 又正确使用符合产品属性的色彩 同时包装外形与色彩搭配得宜 巧妙地运用色彩给予的心理作用 即能引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 接下来将透过示范包装设计 实践与验证前面单元的色彩理论与配色方法 专按商品设定为冷冻食品的包装 受众目标以小资族为主 配色以红色和蓝色为主 由于是冷冻食品 运用包装本身的特殊材质 再搭配蓝色背景加强冷的感受 营造冷冻透明感的整体风格 搭配红色的草莓图片 与红色草莓形成冷暖对比配色 最后商品名选用白色作为重点色 并与图片中的深紫色蓝莓 作为带动画面视觉动线的重点 以上包装范例的配色明确传达内容物 以及让受众者充分感受到商品 经过冷冻的卫生安全处理 图片则体现了当莓果解冻后的那种新鲜口感 实践冷暖色对比的配色方法 也带入了色彩的比例配置方法 接着我们示范第二款包装 专案商品设定为红茶茶包的包装 以追求生活品味的人为受众目标 配色会以红茶的口味 使用红色作为整体的主色调 并运用茶叶的绿色 在包装外观增加绿色叶子的图腾装饰 图腾中的颜色点缀不同色调的绿色 红色和橘色 为整体包装增加年轻活泼的感受 接着是产品名称与文字 如果统一使用白色会显得单调 甚至没有重点 因此可以部分文字套入logo的黄色 与logo上呼应 最后包装右上角显得空洞 导致视觉会偏向左边 这时可以在右上角的区域 加上涂章设计作为装饰 涂章可以另外使用特殊色 来加强装饰效果 让视觉上不会只导向左侧一边 平衡整体包装排版的视觉重量 以上包装范例 运用红色和绿色两者的色彩心理 来表达内容物是红茶茶叶包 绿色的叶子图腾 则更加强了茶叶的异象 透过配色与图腾 让消费者一眼就能明白这是什么产品 并引起想了解这项产品的心理 这款包装实践红与绿的补色对比的配色方法 以及同时带入红色为主色调 绿色为辅助色 黄色与特殊色则是重点色的比例配置方法 通常一个专案会结合多种配色逻辑 让专案不会显得过于单调 同时更能表现变化多元的样貌哦 再来第三款包装 专案商品设定为保养品包装 目标受众设定为年龄30岁以上 已在社会工作的女性 了解商品别和目标受众后 同样可以拿出PCCS色调表来对照 通常会吸引女性的色调 以粉色调、浅色调、浅灰色调、柔色调为主 当色调符合目标受众 颜色的选择就不是问题了 我们来试试将色相环套上柔色调 是不是就相当符合目标受众的调性了呢 以画面上这项包装为例 使用了柔色调外 颜色选择了暖色系的红色 再搭配五彩度的白色 形成了有五彩度配色法 有五彩度的配色法前面的单元有提到 所有色彩和黑白灰搭配绝对是零失败 同时又能产生高贵简约的风格 被选择这种搭配方式的原因是 年龄层30岁以上的女性 同时也在社会上有所历练 非常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也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不断地提升 因此这款保养品的搭配方式 非常符合不及不许享受生活品味的女性 整理包装色彩的比例配置 以红色作为主色调 占包装面积最多 白色则作为辅助色 加上包装本身是玻璃瓶 玻璃瓶的质感也可作为配色的一环 所以颜色简单地选用几色就可以咯 以下是三款包装使用到的配色法 大家都可以试着练习看看 然后再试着练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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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试着练习看看